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放麦所请到的是Eric Chin 他的中文名叫秦振国 他在南加州的Warner市是现任的市议员 今年呢他要参选加州的第38选区的联邦众议员 欢迎你Eric 谢谢你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这边见面 Eric 好不好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所竞选的这些平台 也就是你所倡导的这些政见 实际上呢最基本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的政治呢 已经离我们家庭最基本的那种价值观太远了 打砸抢不算一回事 把这个小孩从小孩五岁以后到学校里面去以后 不正当的性教育 不正当的一些观念价值观加注在他们身上 跟我们的这个经济 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只是要求说能够安居乐业 现在看起来连安居乐业都没有了 好不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选区呢 我知道你这个Warner市是属于等于是洛杉矶东部 偏内陆一些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民情是怎么样的 大家普通的居民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区的话呢 在华人大都居住的区呢 就在我们的选区里面 这个包括核桃市 钻石岗 哈岗 罗兰港 这些华人最多的城市就在这个选区 那我在这边往南以后呢 有西医住的比较多的选区 比如像是Wilher La Habra Santa Fe Spring Noak 这些城市等等 实际上这边华人也蛮多的 那我相信您要去选的话 首先得去赢得你本地的这些选民的支持 那你们本地有什么一些既代解决的问题呢 有的 实际上呢 我刚才提到了三个问题 所以竞选的口号叫做 上帝至上 人民为先 You first 然后呢 You first 然后用C S-E-E 就是你看 You first C C的话代表是 Safety Economy 跟Education 我相信在各位如果说 常上网或看新闻的话 常看到那个南加州附近呢 有人就说 甚至一个老夫妇啊 他们在买菜的时候 在把菜放进他的车子里面 就被人家打得头过血流 然后也可能看到说 在就有一百多个人呢 冲进一个7-11 就把人家这个店呢 砸了以后呢 抢光光了 这些情形很不幸的 就是发生在南加州 而且这种比比皆是 在新闻上看到的话 还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在实际上我们生活中 很多人都感觉到这种恐惧 Eric 你刚才讲到你的竞选的口号是 You first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是选民至上呢 还是这个You里头 还有其他的意思呢 好 叫做You first see 实际上我当初呢 得到这个口号的时候 并不是我自己的想出来的 而是说呢 因为我姓祖 那在去年 这个在竞选之前的时候呢 我看到一些意象 这意象之中 就是我在那个战场上 拿着武器要跟敌人作战 我自己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我看过两次 这种不一样的意象 所以我就跟祖在求 好几个礼拜 我说祖如果说 你这个是叫我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请给我一个指示 很明确的指示 结果几个礼拜后 我自己想不出来 有一天呢 在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我也在台下祷告 我就跟牧师说 请你来让我力量 然后我那天就跟祖 一直在祷告 就想不到一分钟以后 我说祖 如果你要我做这个 给我一个口号 给我一个口号 一分钟之内 他就给我了 叫做You First 原来这么简单 我自己想不到 You First代表 我必须把它放在第一位 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 所以叫You First 但是呢 我们加了一个叫做 You First See 你自己 You First 你自己看看See See代表是 Safety Economy 跟Education 我相信在加州的每个人呢 可能觉得自己很安全 大概没有太多个 电视上比比皆是打砸抢 那这边你看到的话 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其实在生活之中 有些居民啊 一到家以前都是 把门都给打开 窗户都敢打开 现在连买菜 都要看看后面 会不会有人 从后面来追击来抢它 我前一阵子在 去参观你们教会的时候 在商店里面买点东西 很多日常用的生活用品 他所在的柜子里面 你根本拿不到 这就是一个 现在社会的乱象 那当然小孩的教育 五岁大的小孩 连心智都不成熟 连有一些时候 今天晚上吃什么 他都不知道的时候 老师竟然可以教他说 你可以变性 你的父母不能够管你 这种最不正当的性教育 这种教育法 将对他们一辈子 有很大的伤害 当然我们的经济 现在的恶化 不用再说了通货膨胀 虽然薪水也跟着调涨 但是他付出的更多 以前一百块 一家人还可以快快乐乐 吃一顿饭 现在一百块的话 你吃一顿饭 有些时候一家四口人 都不太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乱想 说到这个安全 您好不好回顾一下 在2020年的时候 也就是当时 George Floyd的事件发生之后 对全国有很大的冲击 各处都很多的地方 有一些骚乱的情况 那也有很多的这种市 或者是区里头的 county里头的决定 就大家普遍的喊出来 defund the police 费警运动 我不知道当时在你们 Walnut核桃市 你们的市议会有相关的 这样的辩论和决定吗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附近 有很多大型的游行 那当然也有很多华人参加 那我自己也被要求说 去参加这些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 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因为当然当然有少数的 不孝的这种执法人员 这是每一个单位都会有的 但是如果说 这是个别事件的话 以个别事件来处理 我在这边已经跟 我们执法单位的各个阶层 已经工作过这么多年了 我自己还没有真的碰上过 这些事情 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每天 就是为了自己 不为自己的安全来保护我们 所以在我们核桃市 相对的话 在以这种安全上来说 我们核桃市相对是非常安全的 那么当初当然也有人要求 我说Eric 你必须要抵抗这个警察 我都回答是这样子 如果说抵抗的警察的话 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请问你打电话找谁 他们当场就呆住了 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 在南加州 我们有更一个 更糟糕了 我们一个县的检察官 他是不作为 不办案 所以很多犯人被抓到以后 他当场就释放了 所以现在造成 我们现在治安这么乱 他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这个人是从北加州下来 叫做George Gascog 他应该是原来的旧金山 San Francisco的D 应该是District Attorney 他应该是DA 然后跑到洛杉矶县 当然说他管的这一片区域 还是蛮大的 是把我们洛杉矶搞得乌烟瘴气的 而且打杂抢比比皆是 真的是去买一个菜 大家都就非常紧张 小孩子在走路上学的时候 都没有这种安全感 住家里面 我也跟好多的受伤害的人 也是直接面对面碰面 他们所受到打击 创伤 而且受到这些打击创伤以后 还有二次伤害 因为这些犯人被放出来以后 他们没有安全感 你看这些人 他也不敢再继续下去 不敢去对犯人再去报案 做一些这种 这些在保护自己的事情 因为这些犯人 可能又会再回去报复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说到你说的第二个平台 经济的这一方面 我记得在2200 也是在同样的大选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缘故 其实南加州 包括洛杉矶市 对整个疫情的控制 是比较铁烂的 当时有特别多的中小商家 其实是苦不堪言 因为各种各样的限制 各种各样不允许营业的 这种行政命令 使得经济 其实微观上恶化的 也蛮厉害的 如果给你同样的机会 甚至说在联邦的层面 你觉得这样的整个的lockdown 是不是理性的呢 当然是不理性的 实际上如果说你在这边的话 你开车只要去任何的一些 以前很繁荣的小区 或者是去一些比较 大家喜欢去的地方的时候 很多商店都已经关门了 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再回来 这些都是 这些人的辛苦的一辈子 攒了一些钱 我们讲的是这些小店 攒了一些钱以后 他来开这个店 那你看这些总统的措施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配套 让他们能够支持他们的这些 支出的或是他们的一些 给他们一些办法 让他们能够继续经营的一些办法 只是说你现在就lockdown 就把很多人的生计 都已经火煞掉了 那这些人 他辛苦一辈子 可能再辛苦几十年 甚至都回不来 那他们的员工如何呢 当然政府有些给一些补助 但这些补助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现在政府继续补助的话 新的公司要开 找不到员工 我看到餐厅里面 我们这边大概 可能超过一半以上 这门口都有贴的 我们需要员工上班 那以前我们常常去了一些餐厅 现在连在糖食都没有 都是外卖的 这只是这个行业 当然很多很多行业 都是这个情形 所以我认为lockdown 那全部lockdown 这是一个不明智的一个行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严重的控制疫情的这种铁烂 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是多么的大 而且一旦说一个公共政策 被这样多数的人接受 甚至说拥护的时候 其实当事情发生转变的时候 一个社会也很难继续转型的 我们很庆幸就说至少在美国 在这个虽然有过一些错误 但是逐渐还是在展开了 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因为totalitarian 或者说由政府来控制人民的经济和生活 和其他方面生活的一个结果 我知道共和党从来是比较倡导小政府的 也就是让人民去自己有更多的自治的权利 但是您刚才也讲了 您还不得不去参加这样的政治活动 然后使得我们对政府的这种依赖 或者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减少 你觉得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 dilemma吧 这其实是 因为我在地方上也是 服务了差不多十年半左右的时间 有些议题的话 我是比较有经验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这些主流的一些议题的时候 由比如说比较左派 或者说以媒体来带领的这些议题 甚至联邦政府的话 我是跟他们做抗衡的 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跟很多的人 就是利用您的平台也是 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这样你们才会更清楚 大家才会更清楚这些根源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你们 在教育的方面 你看到就是说 除了刚才你讲到的 这个性教育教材的这些 或者是意识形态 有一些激进的社会变革的 这些日程放进了教材之外 我们也普遍地感受到 加州的这种公立学校 教育质量的这种下降 在您看来这个郑洁主要是什么呢 是郑洁就是说 我认为学校里面 他应该教的叫做subject matter 你就只要教这些课题 有些事情必须 我认为父母应该有更大一个权利 能够来教导他们的子女 那这边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觉得 学校在教这个事情 小时候很小就把小孩送到学校去了 带回来后就是吃饭玩一玩 写写功课 然后从来不过问他们在学校学了什么 那当然这就给了这些 有些部分的这些有心人士呢 能够来毒害我们的小孩啊 我看过很多呢 家庭里面尤其像我们呢 就是在基督徒的家庭之中呢 父母觉得很感伤 怎么小孩读到高中大学以后呢 跟父母的想法是绝对背道而驰 那些最基本的一些家庭伦理道德呢 他们都完全不遵守 所以我来说他就是把这个整个家庭撕裂的 比如说CRT也是其中之一个 我们呢是一位亚洲人啊 那我们是一位亚洲人啊 我们辛辛苦苦的工作 但是好像说我们也是亚洲人 得到了某些权利 那么大学有些大学我们不能去上 那么呢公职上面 或者说在一些资源 社会资源的分排上面 我们就轮不上了 因为我们跟白人一样 都是我们有享受福利 我们是会歧视的 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 对还有一个词被发明出来叫 adjacent white 说Asian adjacent white 就是说你在离着白人种族主义者 你们是邻居 你听说过这个说法吗 当然我自己女儿 其实上在最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 在聊天的采访的时候呢 她也提到了 她的女儿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她在申请住 这个医学院的时候呢 比她成绩差很多的其他人种 顺利的 就是被录取之外呢 还有奖学金 她的成绩是比她们优秀的超了很多 而没被录取 那我的两个女儿呢 当初的成绩也算是优秀 能够进入某些大学呢 她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她们的理想大学 而她们只好选择到外州去读大学去了 你为什么会这一次选择去选联邦众议员呢 为什么不去做更多的本地的 甚至说州里头的 说是counted里头的一些职位呢 是的 我在地方上已经十年半了 那么呢 有这个经验的话呢 在我们城市之中 我们当然是 我不能拿所有的功劳 这个是我跟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之下 我们城市啊 没有一个道路坑洞 我们有198%的除学基金 我们城市是在 相对的城市在全国来说也好 我们的相对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的犯罪率只有一般的三分之一 我们学校是1%最顶尖在全国来比 那么在这个情形下 我认为我的责任在地方上 已经做到我所能做的 当然当初为什么选择联邦呢 因为联邦的法律是可以 横盖全美国的 有些这个乱象的话 我觉得我在那边的话 可以更好地发挥 因为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再等了 如果是我在地方上 就是这个 去参与一些其他的这个职位的话 当然地方上可能会带他们 对这种法规 对大家能做出更多的服务 但是这个美国啊 大家可以想想看 美国这个国家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已经变到不像样了 我从来没有想象 我们的国家可以公开的 就像加州是最严重的 公开的支持 不是光是堕胎而已 现在加州在推一个法 叫做AB2223 加州的众议员法 而且还有一个叫Proposition 1 要把加州变成一个 除了堕胎之外 是一个杀小孩的州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国家 能够公开的说小孩子出生 AB2223 小孩子出生以后呢 在一段时间之内 你可以把他杀死 用任何方法 而不受到这个制裁 任何的制裁 在任何一个国家之内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法 杀人都可以公开了 现在打杂抢 已经算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了 试问你 如果说人家抢了你950块以后 他放到时候责任没有 完全没有责任 但是你受害人的时候 你跟谁求助 如果是说 我也看过这些情形 就是说 如果说你自己拿了武器 来保护你自己的时候 相反的 被制裁的 将是你要保护你的自己 而不是这些犯罪分子 这是整个本末颠倒 连家庭的最基本的 安全伦理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给我原动力 当然我跟主求了很久 说这个是 你叫我做的话 给我一个slogan 所以主给我的you first 我看到你这个竞选的网站上 你写的you first 当然是首评的最大的字 但是底下还有一行小字 叫and let us consider one another to provoke unto love and to good works 这句话怎么解释 这句话呢 是从圣经上取来的 就是说我们能来鼓励 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然后我们的努力之下 我们会变得更好 这是一个圣经一个经文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是想 在这边的话 我有碰过很多好朋友 当然他们的政治理念 跟我是不一样的 但是只要一讲到政治 我们普通的时候还是可以 一讲到政治 有些时候看到一些人的那种激进 这种愤怒 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从哪来的 他们可以把一个对政治上的 一个理念的一个情形化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恨 一个恨意 甚至恨这个川普总统的时候 他们这个是根本一个人 就变成一个不理智了 我们应该大家理智来看看 就是我们现在的不管政党 什么样的一些政治 或者是什么样的议题 对我们是最有用的 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 所以让大家一起放下 你的党派的这种思想 放下一些你的 比较一些理想化的事情 我们回归到最基本的 什么样的政策 对我们有帮助 对我们家庭有帮助 对你的子女有帮助 我现在很快地讲一下 在这几年所提出来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对小孩的性教育 经济上的政策 安全上的政策 你把每一个这种政策 都附加在左派的 最左派的任何人的身上 他们将不会有下一代 他们也将不会有将来 实际上我问过很多 在左派的一些政治上 当然他们在政治上 是跟我的意见不合 而斯蒂安还是朋友 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 他说可以 你把这些事情 全部加在我的小孩身上 或者我的孙子身上 我愿意接受 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 难道他们愿意 他们小孩五岁的时候 他的孙子 或者五岁的时候 老师教他说 你可以去变性 你父母不能管 难道他们希望 他们的小孩回家以后 他们可以叫他妈妈 不叫妈妈了 叫做你是个生产者 Briothing Person 然后12岁以后呢 他们政府说 你要打什么针 他们就可以 你可以打什么针 那今天一个男男女女说 我要去你的厕所 那就可以 他们就可以直接走进 公共厕所去 那你小孩在里面 你觉得安全吗 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 左派的政治人物说 OK 这可以全部加注在我身上 你看到的是 比如说像加州州长 我们大家lock down的时候 他可以大大方方的 不戴口罩去吃饭 他可以去看球赛 叫我们不准开冷气的时候 他坐在冷气房里面 穿着长袖衣服 你想想看 他们做这些执法的人 他们立法的人 他们享受的待遇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你所在的选区 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民构成 那这一次和你竞争的对手 又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这的话 拉丁裔的话 大概占百分之五十六 亚裔的话 包括我们华裔 大概是占百分之五到二十五 剩下就是主流 就是说像是 其实说他们主流 他们在我们这边是最少 就是像白人这些 就这个群体 那么在过去的将近一年之中 我们已经走返过 不知道多少万的这些居民 或者说跟他们有面对面的接触 那我们把我们这个思想 就跟他们去解释的时候 或者是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发觉我们的相似度 是非常非常高 实际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们跟他们讲的 他们都说好 应该是时间来做改变了 我们怎么帮助你 我们怎么来支持你 它是不分主义的 我们是跟那个西裔的家庭 家庭价值观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努力工作 为了小孩 为了家庭 还有呢 我们这个最主流的 最主要的这个价值观安全上面 所以呢 我们这个想法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足异 或者是我们的肤色 而是我们的价值观 非常接近的 对 说起来这个拉丁裔的 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国的大趋势 就是说他们在人口的总比上 占比会越来越多的 那我相信对于牙医的这些从政者来说 不管他在哪里 去如何连接那样的一个社区 跟他们用他们的语言 去把自己的理念 跟他们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 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经验 但是有没有还可以进深一步的 具体来说 如何在价值上 跟他们有更深层的一个接触的一些经验呢 是 我的对手呢 他是一个西异 他在国会里面 英超伯将近20年了 他所推出来的 都是伤害我们家庭 基本价值观的 他最主要一些议题 就是说 推举这种性教育 推举堕胎 推举这种 就是说 异性恋啊 这些奇奇怪怪 这些 对个人 就是说对某些这个相对主义呢 就是说非常比较一些激进的一些想法 这对我们根本的价值是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还背道而驰 那么这些情形呢 大家呢 在我们的选区里面也看到了 也都感觉到这个 因为 其实如果一个人呢 我们觉得 我觉得啊 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善良 不管哪个主义 所以只要你不来侵犯我的话呢 不要影响到我的生活的话呢 可能你做的一些事情的话 我可以容忍 是视而不见 但是你看哈 我们这个情形很多了 尤其像教会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有包容爱的之心 可是包容爱的之心的时候 他反而告诉我们说 你们教会不准开门 你们信耶稣 你是有仇恨的 所以你信耶稣 这个是 信基督的人呢 是最有爱心的 因为上帝叫我们 就是说你要 爱你的 你的邻居跟爱你自己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可能会恨他们 怎么可能去迫害他们呢 所以这些观念呢 我们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呢 因为很多西医的人 他是去教会的 所以在教会上 我们做很多努力 因为以前的话 我想大概某些教会呢 他不想参与政治 但是试想 耶稣没有说 叫我们不要参与政治 你如果说一个人 我在这边跟大家再说一次 你的呼吸都是政治控制的 因为有个空气管理局 就是Air Quality Management Control Board 这个单位就可以管辖到 你可能开什么样的车子 甚至你家里面用什么样的燃料 来让你保暖的时候 你的呼吸空气都是政治管的 再来您的思想呢 你想想看 你如果去你小孩的学校 五岁以后 开始看他们受到什么教育 这些不都是政治吗 思想政治 你生活上每一个部分 都是政治管的时候 大家怎么能够不关心呢 我想可能拉丁有很多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可能对于新教来相比 他们更强调一些就是慈善 Charity 或者是说在经济上的 更多的平等和恩惠 那您刚才讲到的很多地方 其实我相信 如果从底层的价值判断来讲 对一个伦理的一些判断来讲 我相信大的基督徒范围 会有非常多的共识 但是我觉得这个同时 也是对我们亚裔的一个提醒 就是确实是在经济优势上 亚裔经常确实在全国水平来看 是比较占优的 那如何把自己的爱心行出来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只是嘴上说 我们就是要讲教 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并行 但是确实在很多的经济优势上 持续的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 去扩大自己的经济优势 甚至有时候把经济优势当成目标本身 这个可能是会造成我们这个族裔 对整个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刻板印象 所以我觉得您也许可以在跟其他族裔的沟通的时候 在扩大共识的情况下也能够表达其实我们亚裔社区也是有这样的愿望的 我实际上在这么多年来我看到的现况是这样子 因为在当然很多亚裔人很努力 所以他们常常变成一个单位的领导 比如说公司的领导人或者是在某些单位的领导人也好 那么在相对到他们因为一般的民众的话 可能就看到他们这些情形 但是这些领导人他们常常会做一些charities捐助上面 我们这边有很多人都像学区里面最大笔的捐献的 大部分都是来自华人或者是亚裔的家庭 像这些情形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没有经过一些报道 或者说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 那么他们就有一种刻板印象 但实际上这跟事实并不相符 所以我认为在当然我们亚裔在以后在政界上 在其他上面更多的在媒体上出现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对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做一些改变 我相信从您的与履历来看 好像您也做过很多食物派送这方面的义工 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所在的北加州的湾区 Santa Clara生命和雷娘堂 也有一个非常运营的成熟和成功的food pantry 每个月服务非常多的一个家庭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所以我相信这个charity也确确实实是我们的亚裔已经把这个事情活出来了 只是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同胞 更多的一样的族裔的人一起加入我们 最后Eric好不好你再讲一讲你自己的一些你觉得值得给观众介绍的经历 我知道你是台湾移民来的哈 你好像是有两个女儿 然后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年龄也好资历也好 如何是不是特别在这个公职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吧 是的因为我现在的话呢 当然就是在地方上已经服务了差不多10年半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个的话我吸取了很多经验 当然自己本身之中也受到了一些可能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吧 因为这些经历以后呢 我才会就是说有这种心才理解到一些事情的一些如何去做 有一些比较怎么说上帝教我心中要有爱 以前对这个爱呢这种定义是并不是很清楚的 现在可以看到那个我们主给我教导 那我想就是利用这些经历呢 来我帮大家服务 实际上呢在我帮助的 我已经帮助过可能不下几千人了 在过去的几年之中 但是我觉得最感慨的是说 你一旦你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呢 在一般政府的单位上面呢 你很少甚至我在自己这边看过好几个受灾难的人呢 得不到任何帮助 而得到帮助呢是加害者 比如说是犯罪分子或是加害者 这种资源呢是给不一样的 比如说现在如果说你从 你规规矩矩的你要移民到美国 你排队排了多少年 你进来以后呢会受到种种的限制 但现在你只要直接走过这个我们的边界 你得到了福利 有些时候比你排队来的还要多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都是本末倒置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对这些人 我们的爱心是说当然你要有安全 你要有最基本的 你要有道德 你才能够有力量去帮助其他人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政治上呢 不要为了好像给你一个说 你没有爱心给你一个口号 你没有去细细考量 你剩下来它的实际上的怎么操作 或它的实际上的一个影响 现在呢一些从边境过来这些非法分子之中呢 有很多是攜带毒品的或是犯罪分子 我参加过太多这种安全会议 在这些方面呢 有经验的几十年的这些执法单位的人 他们都是忧心忡忡 他们都自己都觉得没有办法睡觉 他们为了我们国家担心 但是呢 在媒体上在联邦政府上 他给你一个口号 说你要怎么给你一些烟雾弹 我只能这么说 那大家就相信他们了 实际上跟实际呢是背道而驰了 这是一个其实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一个 其实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心里头去查见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总是说爱人爱人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首先人是罪人 我们必须得把一些真理和公义的事情搞清楚之后 然后爱不是说我们可以去爱 我们可以爱罪人 但是我们不是去爱罪 但是很多的时候 因为政客他需要的是选票 所以他很多的时候愿意用这样的一个肤浅的 一个表面化的 能够赢得民意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去其实是为自己在服务 那我也看到你的这个官方网站上 最底下还有一句话叫加入我们 然后引用了又是一段圣经的经文 For the body is not one member but many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的 中文的叫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这个其实是一个在讲教会 对大家如何在一起协作 共建一个基督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好不好在最后一段你自己的分享吧 结束我们今天的对话 也谢谢你的时间 好 在这边当然非常感谢给我这种时间来 我希望在这边呼吁大家 当上帝叫我们要有爱的时候 我们要同心协力 不管你在哪个单位 当然我们有七座三头 不一定是在政治上 教育上 媒体上 在你的公职上 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作用 就利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要发挥这个作用 这样子我们才会有真理 我们要显示爱 但是如果说有一部分不作用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有脚 你怎么去做这些事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把我们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先 loop Helen 到天沙 亍欲